穆河 作曲 致演許 3詞 вод 酷泐 數學 只剩乎一一半分少年落下 随忍于而不乱出的道子 温暖三叶桑 三叶银芳 逃笑 若不去 拆老独房 我背受祖同行 言有种花带紧张 爷爷 爷爷你怎么了 爷爷 爷爷 来的 你怎么了 我们 我们是唐纳来到这里的 爷爷 爷爷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把吃的都给我了 哥哥求求你们 救救我爷爷吧 你那有吃的吗 生米就生米 总比饿着强了 住手 是你 你来干什么 黄志玉 你现在在考试期间 如果你把这米包打开 后果不堪设想 我考不考试关你屁事啊 如果我们见死不救 还做什么佛门弟子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考试不过关的话 这么没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还懒得呆呢 世玉 你怎么还是这么冲动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讲完你再说 大师 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 等你把话说完 老爷子他都 就是 爷爷 来 来 谢谢 爷爷 来 来 来 记住啊 要一小口一小口的给爷爷吃 慢点吃啊 老人家 冯俊 我告诉你 考试就是考试 规矩就是规矩 我不懂那么多规矩 我就知道 如果见死不救 我方世玉绝对做不到 世玉 你要救人没错 你要看看现在的情况而言 你看看这老人 他这是饿了几天了 他的胃已经受到了损伤 你现在把生米给他吃 一定是雪上加霜 你这样做不但救不了他 还害了你自己 你这样做何苦来灾啊 还愣着做什么 他们全部都没人了 还不快走啊 走啊 哪里 快走啊 救人一命圣造奇迹佛屠 还有你们给我讲啊 快走啊 走吧 难道那玉米里真的有迷奥 你看 个个都回来了 就剩他们三个 世玉西关会前还没回来 你看看看 这香都快烧完了 快烧完了 就是还没有烧完 师姐 你别太担心 我相信世玉他们一定 能赶回来的 师叔 这香就快烧完了 还差几个人哪 还差方之玉 胡慧前 洪西关三个人 看样子 他们三个是赶不回来的 志空师叔 这香不是还没烧完吗 他们三个一定能赶回来的 这香眼看就要烧完了 我看没必要等了 大师 大师 这香还没烧完呢 我求你再等等 再等等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求求你了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借尘借色 带他们毕业米包 如果重量不减的话 你就收下它了 是 师叔 我们成功了 这些好了 你们三个人都考上素人别院了 这可得多谢师太您的大恩大德了 谢我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啊 发无双姑娘抄经文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 你知道 近素人别院呢 就一定会考莫经文的 所以呢 你也知道 我们离开之前一定呢 会帮无双姑娘抄经文的 你还知道 这么重罚无双姑娘 我方施玉心里肯定会不安 一定会去找无双姑娘解释 解释完之后呢 我们就一定会化干戈为玉帛 化乱石为玉佛 不管怎么说 您都是为了我们三个人 能够顺利地考进素人别院 反正做的这一切啊 师太您是心知肚明 我说的没错吧 施玉啊 这次你进素人别院 一定要勤加练习 尽快地把洗髓经学到手 再加上三德的条理 彻底排除你体内的淤毒 也不辜负你娘 这么辛苦的参禅打坐呀 哦 对了 施玉啊 这素人别院 可是讲规矩的地方 你去了以后 可不能再任性胡闹 肆意妄为了呀 明白了知道 知道了明白 哦 还有你们两个人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这次你们俩 能够和施玉 一起考上素人别院 这也算是你们三个人的福分 今后能不能成才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我们一定进进师太教会 请教练习 请教练习 请师太放心 翠花 明天他们三个 就要进素人别院修行了 你心里的那块石头 也该放下了吧 是啊 总算是功德圆满 我算算这日子也差不多了 明天呢 我送他们三个上山以后啊 我就回杭州去了 师姐 你这么快就走了 是啊 我和施玉他们 在这里打扰师叔 打扰小师妹 也有些日子了 他们上了山 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算了算 施玉他爹我姥爷 过两天也回杭州了 所以呢 我也准备回杭州去了 阿花 嗯 我觉得啊 你是应该回去了 不然你想想看啊 你的老公 我的老爹 最近啊 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 你呢 作为夫人又不在身边 万一寂寞难耐 嗯 随便找个人 聊以慰藉 那就惨喽 呸 什么丧子之痛啊 什么了以慰藉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进了素人别院之后啊 要管好你这张嘴 要是得罪了至善大师 把你赶出来 我看你怎么办呢 阿花 你用不用走之前 把我的嘴缝起来啊 最好了 加把锁 嗯 就加一把祖传的 同心锁 哦 对了 你现在这么风光 考上了素人别院 我回去告诉老爷 他一定会高兴死的 哎 高兴就可以了 但不要死了啊 你呀 好了好了 说句正经的 明天你一个人上路 一定要小心啊 知道了 不要想着我啊 知道了 不要偷偷抹眼泪啊 知道了 怎么也像你爹一样 那么啰嗦啊 还有啊 你上山以后呢 知道了吗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自己照顾自己 嗯 有什么事情呢 就多问问西官 还有汇钱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意气用事 知道了吗 娘 你放心吧 世语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世语心里已经有底了 嗯 是啊 放心吧师姐 今后我会常去看世语他们的 世语他说了那么多句 都没有你一句管用 有你照顾世语啊 我就彻彻底底的放心喽 放心吧娘 我们三个向你保证 一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学到最多的绝学 然后迅速的下山去看你和爹 怎么样 哎 你呢就老老实实慢慢学吧啊 我和你爹不急着让你回去 小姐 难得的二人世界花花草草 我们多惬意啊 再给你吧 小姐 你 小姐 小姐 你怎么样哦 好 习官 方夫人 明天我就回杭州了 你要不要写封信什么的 或者有什么东西 我帮你带回去啊 我在杭州也无亲无故 我写信写给谁啊 什么无亲无故啊 我的好甘女儿永春呢 将来她就是你的小媳妇了 你都要娶她了 也算是半个亲人了吧 是 你不善于表达 可是你来了这么久了 也应该写封信 告诉她 让她放心 在家里等你 你说呢 方夫人 我这个人笨 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真是块木头 很简单嘛 就 就写几个字 就说我好想好想你呀 我好牵挂你呀 或者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就是这些话吗 方夫人 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平常永春也知道 我不会说这样的话 就从我写下来 永春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 要不然还是别写了吧 那好吧 你不写就说给我听吧 我见到永春就说给她听 这样总行了吧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无话可说 真的无话可说 真的无话可说 我坦白跟你说吧 世玉和李小桓比武之前呢 我就感觉你和永春 有点不太对劲了 你们是不是真的吵架了 我呢 是过来之人 我以一个过来之人的身份告诉你 在感情这方面呢 不仅要你情我愿 情情我我 更重要的是 是大家互相理解 吵架是不要紧的 吵完架之后 千万不要就这么完了 互相体谅才是最最重要的 你是个大男人嘛 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迁就一下爱人 如果因为吵架放弃了永春 那你就是天底下 最傻最傻的傻瓜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是方夫人 这次来素人别远学武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离开 什么时候能够成就我的武艺 什么时候能够回去见到永春 那你说我要跟她怎么说 一个连我自己 都不能确定的未来 难道要让她跟我一起等吗 哦 等不等是永春的事 说不说那就是你的事了 不过你现在连个交代都没有 好像不太妥当吧 方夫人 那你这次回杭州 帮我跟永春带句话吧 您就说 如果她以后 遇到一个对她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人 那么 那么就让她不要再等我了 我祝福她 喜官 你中邪了 方夫人 我困了 先回去睡了 明天还要赶路呢 你也早点休息吧 晚安 搞什么鬼呀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莫名其妙 这个木头 真是气死我了 干什么你呀 又不是生死离别的 你呀 乖乖听话 老老实实的练功 我和你爹呢 有空会来看你的 知不知道啊 知道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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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到这里吧 来 把包袱给我 够了够了够了 小师妹啊 以后世遇 就拜托你照顾了啊 放心吧师姐 你一个路上也要小心 你们两个人哪 也要多多保重啊 方夫人 您也保重 嗯 娘 到家写红信来报个平安啊 知道了 啰嗦 第一天入学别迟到了啊 快回去吧 走好啊娘 方夫人 小心啊 再见 再见 回去吧 走 走 素人别愿 我们来喽 我们来喽 来喽 来喽 参见方丈 和弥陀 从今天开始 各位就正式成为我西餐寺素人别愿的弟子了 你们既然已经通过重重的严格筛选 说明大家都是可造之才 以后要勤练功 潜心修行 将本门的武学精神发扬光大 我西餐寺乃清修之地 素人别愿虽然是俗家弟子修行的所在 但是一定要遵循清规戒律 以后你们要谨遵制空师叔的教会 切不可肆意妄为 坏我门规 大家知道了吗 敬遵方丈教会 师弟啊 你跟大家说说规条 是 方丈 大家都听好 本门武学的宗旨是强身剑体 绝对不可以用来好勇斗狠 更不可以用来取人性命 你可是方师御啊 你一会儿到禅房来见我 一 不得杀生 二 不得偷盗 三 不得邪淫 四 不得贪酒 五 不得妄语 是 方丈 我方师御来了 你不会假装念经在睡觉吧 我方丈 方丈 方丈 真的睡觉了 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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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等我下跪你才说话呀 如果是呢你就给我直说 如果你不说话呢我就当不是咯 方丈 方丈 果然是内息不调 经脉不畅 的确是被李小桓追命鸳鸯腿 这方丈啊果然是方丈 随便这么弄两下 就知道我方世玉受了什么伤 而且还知道是被什么人所伤 我方世玉啊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 是全体投地呀 非也非也 五眉师太已经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我只不过是确认一下你恢复到几成了而已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既然方丈都明白了 那我就省去了很多曲折了 方丈 赶紧把洗髓经交给我 让我赶紧练功恢复吧 洗髓经乃本门绝学之一 我怎么能贸然传授给你呢 哎呀大师你也知道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应该知道的吧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我没说不救你呀 你已经是本门弟子 嗯 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这机缘一到 你自然就可以学到洗髓经 其实学习洗髓经 它跟学习其他武功一样 需要循序渐进 你要打好根基熟悉心法 嗯 这样就会事半功倍了 嗯 你要和三德师兄好好配合调制 这样就可以尽快地提高你学习的效率了 我明白了 方丈迟早会教我洗髓经的 但事迟事早就要靠方式于本人了 对不对啊 悟性还不错 多谢方丈提点 阿弥陀佛 哦 哦 这里环境还不错嘛 我看啊 既然方丈都这么说了 那你啊 很快就可以学到洗髓经了 嘿嘿 恭喜你啊 世约 你可真是好命 这样的好事怎么都轮不到我胡胡钱头上啊 胡钱 你天天摆着一副臭脸 什么好事啊 都被你这个臭脸给吓跑了 这俗话说呀 命随相管 相犹新生 所以啊 不要老把这一副臭脸 不过你也不要担心 方丈今天说了 人人都有机会 这人人都有机会 就是我有机会 习惯也有机会 胡会钱 当然也有机会啦 好 我发誓 我要把这里所有的绝学都学到手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 打遍天下 无敌手 我听说 有一个赤手空拳 打死了杭州恶霸雷老虎的方士运 难道就是你 那些啊 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为请教 这是文明不如见面呀 在下关山海 祖籍广东 我是张子强 王有料 齐天武 我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兄弟啊 哦 洪奇观 胡慧琴 大家互相关照 哎 好说好说 大家有缘在这里同修 是一种缘分 互相关照是应该的嘛 是啊 哎 我怎么没有见到 上次我见到那位师兄呢 大家收拾好了吗 在下同千金和大家一样 都是本门的俗家弟子 我和关山海关师弟一样 早隔为一年 入这肃人别院 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和我说嘛 多谢大师兄 大师兄 来 我们收拾东西啊 来来来 走 来 让我们大干一场 好 都安排好了 回戒臣师叔 全部都安顿好了 你们听着 苏人别院虽为俗家弟子所在 但也属济钢司管辖 所以请你们最好恪守规条 若有违反者 一律交由济钢司成见 绝不留情 如有四亿妄为者 想要挑衅本门法规 就别怪我们这些掌事无情了 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千金 你把素人别院的愿规 和他们讲一遍 是 借则师叔 各位师弟 请大家听好了 素人别院愿规 第一条 好 每日早睡早起 恪守时间 每日早刻晚刻 不得迟到早退 早刻前晨跑一个时辰 明白 明白 各位师弟 这里就是练武场了 以后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练功 你们来看 这根棍子铁做的 很重啊 拿都拿不起来 你啊 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吧 这么个破棍子你就大惊小怪的 我娘在家的时候 天天用这么粗的铁棍子打我 这铁棍和我娘打我的铁棍比起来啊 只能说是铁棍中的小牙签啊 牛都被你吹死了 是螺子刺马拉出来溜溜 光说不练假把尸 你啊 上辈子是个说书的呀 说起话一套一套的 试试就试试 兄弟们 看着 好好好 好 还是蛮重的 是宝拿 算了算了 还是我来吧 我和他是老朋友了 好啊 好 大师兄 既然你们是老朋友 那你一定能耍得起来 给我们露两手吧 算了吧 习武只是为了强身献体 不是用来卖弄的 大师兄 我看你还是露两手吧 你如果不露两手的话 这诸位师兄弟一定说你和我一样 是个假把是 对不对啊 对 来一个来一个 来一个大师 来一个啊 那我就让各位见笑了 真厉害 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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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太厉害了吧大师兄 大师兄好用的 这素人别院 我已经带大家参观过了 大家赶紧回去洗漱一下 晚上还有晚客呢 大师兄 你刚才耍的那套是什么棍法 这么厉害 把石头都给震碎了 即使啊 那根棍子是我瞎舞的 没什么棍法 大师兄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法啊 你教教我们吧 对 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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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我只是天生臂里过人而已 我要会什么心法 早就去打十八同仁镇了 十八同仁镇 干什么的 你没听说吗 凡是入门的弟子想要下山 必须要通过十八同仁镇 只有过了十八同仁镇 才能表明学有所成 这样才可以下山 其实 这十八同仁镇有两个作用 一 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弟子 私自下山 犹如本文威望 二来 是抵御外来侵犯 所以这十八同仁镇啊 想闯出去没这么容易 必须要前行修炼才行 知道吗 一定要过了十八同仁镇 才可以下山吗 这么说来 但以我这基础 那岂不是要很多年啊 大师兄 那除了闯托仁镇之外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下山呢 不是习武的武僧 下山倒是可以的 就像我房的三德师叔那样 不过下山前必须要有时间 和日期的规定 这样才行 还有一种 就是违反了本门戒律的人 不过他们再被逐钱 必须要废除其武功 这也算是下山的一种 另外我听说 以前有个师兄 来这里几十年了 一直无法闯出同仁镇哪 最后一语而终 师兄们把他的遗体 抬回了老家安葬 以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还有就是 算了算了 时间不早了 大家赶紧回去吧 啊回去吧 好好好回去 哎呦完喽 看样子我这辈子也别人回去了 爹 请恕孩儿不孝 看样子 恐怕我今生今世都 喂 我听说啊 有人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 就顺利地闯出了 这十八童人镇了 你又在编故事骗我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 这是博门禁地 出家人不打狂语 否则会遭报应的 我怎么会骗你呢 是 是谁呀 哎 这个人哪 我们大家全都很熟悉的 他就是我外公 他的武功你也见过了 了不得吧 回潜 是在人为 只要我们有横心有毅力 就一定能够闯出 这个十八童人镇 甭说十八童人镇了 就是八十童人镇 我们也照闯不悟 嗯 事与说的没错 既然我们来到这里 就要潜行修行 勤加苦练 闯十八童人镇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对 可以证明我们自己的实力 我们要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闯十八童人镇 绝不下山 是 好 好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走 走 世语 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苗老前辈 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就闯了十八童人镇 这话你也相信啊 我是骗那个傻小子的 你想想看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外公 他是个守规矩的人吗 他什么时候守过规矩啊 我也不骗那个小子 今天晚上 咱们俩甭想睡觉了 非被他搅到失眠不可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我也真想 我们三个能够在五年之内 创出十八童人镇 然后一起下山 行下仗义 怎么样 洪大侠 好 方大侠 好 走 走 现在倒好 胡大侠倒是睡着了 换成我失眠了 是不是太兴奋啊 怎么就睡不着呢 洪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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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洪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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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洪大侠 明天早上还要早起 还要起床来跑步呢 生前何必久睡 此后自会长眠 你看 今晚月色多好啊 我们出去散散步聊聊天 散散心怎么样 行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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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了我吧 算什么聊 什么天啊 你去找胡大侠好了 他经常失眠 比较适合 你们一起啊 等你失眠了 不要来找我 胡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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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侠呀 你看今天月色多好啊 咱们一起出去 赏赏月光 散散步多美啊 怎么样 睡觉了 睡觉了 那他也好梦的 你就放过我吧 方大侠 哎呀 你现在睡觉干嘛呀 这不当误时间嘛 哎 对了 我怎么睡都睡不着啊 你不是经常失眠吗 告诉我 怎么治失眠的方法啊 出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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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啊 你出去跑个百八十圈 你出去跑个百八十圈 当你筋疲力尽了 就是天打下来 你也不会醒的 快去吧 哎 这倒是个好办法 哼 这真的是个好办法 哎 没想到胡大侠 还是有聪明的时候的 哎 既可以锻炼身体 又可以催眠 太棒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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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弟早安 大师兄早安 大家洗漱好了 就到院子里集合吧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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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爷 师爷 起床了 师爷 方世玉 哥 知道了明白 明白了知道 那我们走了 那你快点啊 哎 走快走吧 大家听着 大家听着 站在我身边的是 戒称戒色两位师兄 以后 他们负责教你们练习基本功 和日常的体能训练 是 好 下面开始点名 点完名后 我们开始做今天晨跑 王有亮 到 到 红千金 到 关山海 到 胡慧前 到 红西关 到 方世玉 离 方世玉 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 太晓督那么高了 各位师兄弟都走了 又要被发了 和 快快快 这个红会签出的馊主意 还能我腿都丑进来 志空师叔早 早什么早 还不快去给我跟上 是是是 快点 快快 给我跟上 快点快点快点 跟上 师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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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师御 要不要我帮你背一会儿 不用 你们先走吧 面里被我连累了 一起受罚 不行 师御 不能丢下你 是啊 我们是好兄弟 有不通乡 有难同当 干嘛呢 不跑 方师御违法的戒条 就是要受严惩 你们俩要是想帮他 不但要连累你们自己 而且方师御 还要加倍的严惩 好了 你们快走吧 快点 我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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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小心点啊 去吧 走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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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师爷 吃饭了 吃饭了 师御 师爷 吃饭了 不要 乖啊 快起来吃饭了 不要 乖啊 快起来吃饭了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吃就不吃 这怎么行呢 饭还是要吃的 不吃不行啊 就是啊 我 摔成这样还怎么吃饭呢 我是无脸见人了 是 你 喂 你们还笑啊 有没有人性啊 我都这样的你们还笑 有有有 不然我干嘛 端饭给你吃啊 是 来来来 我喂你啊 还笑 还笑我真的不吃了 来 好了 好了 不笑 不笑 来 不笑 不笑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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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吃吧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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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不是吧 方氏 你在干嘛 你看你 你的脸是被鱼鸡了 还是被猪拱了 哈哈哈哈 别这样了 好好好 你吃你吃 我们走路走路 走路走路 走走路 太好了 别理他们 来 吃饭 嗯 嗯 嗯 我法事再也不知道 再也不受罚了 湘羽 你真的可以吗 没事 湘羽 我看我们还是帮你吧 不用 博协官 红卫浅 你们在干什么 智慧师叔 你们还不跟上队伍 是不是要我再说一次 帮助方世瑜的后果 你们两个还是快去吧 快点去啊 免得被我连累了 那我们先走了 跑完回来看你 嗯 走 方世瑜 你这是叫而不善 百教不改啊 昨天迟到 今天你又迟到 看来不这样重处罚你 你是记不住吧 建臣 在 师叔 给我好好地看住方世瑜 这三炷香不烧完 不准他离开 啊 三炷香 嗯 是 师叔 嗯 哎 你啊你 嗯 嗯 嗯 你干嘛 看着你啊 看就看 不用这样看吧 不这么看 怎么看啊 你这么看着我 我怕你会爱上我啊 就是爱上你 我也要这样看着你 你啊 从报名开始就不老实 我好好看着你 谁知道你要耍出这么花样来 看就看喽 我也不怕被你看 我瞎着想起来 虽的 啊 我有什么 好 我 lust ți 肚子又疼了 我这次真的肚子疼 你又想怎么样 肚子疼当然想拉屎了 想上就上呀 在这里会很臭的 你不怕吗 怕什么 大不了 我退后好了 就在这里 那好吧 我快憋不住了 如果把香弄脏了 麻烦你替我换一下 我 出来了 别别别别别 去那边售后方便吧 快去快回 那好吧 快点快点快点 走了 不许耍花呀 知道了 来 刚才一受罚 把我累坏了 好香啊 好吃吗 不知道 是做人别人饭菜差的 还是你的厨艺越来越好 这糕点很好吃 是 方世瑜 你好了没 我没让我拉着呢 你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呀 怎么才来两天就被罚 知道了 你这个大懒虫啊 这个坏习惯 要马上改掉才行 这点啊 习惯会前 就是比你强很多了 我呀 才不是偷懒呢 我是故意迟到 我是方世瑜 我要跟别人与众不同 要特别一点嘛 是是是 你是特别 特别的懒 特别的有嘴滑舌 我呀 我看这个智空和尚 这脑袋里面装的全都是大便 永远装的是怎么惩罚弟子的变态玩意儿 他呀 比我爹还变态呢 我看呀 不是什么智空 应该叫智障 专门给我们制造障碍的智障 对着这糕点 保证 我方世瑜 从今以后 再也不会 栽在智空和尚手里 方世瑜 你好了没有啊 快好了 正拉着呢 半炷香时间就好了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 我呢 要先回去了 三顿世兄 让我大点菜 你吃完赶紧回去吧 别让季晨世兄为难了 好 你去吧 谢谢五少 嗯 嗯 今天的糕点 真是太美味了 太好吃了 我可不能一下子吃完 我要坐在这里 慢慢地品尝 慢慢地享受 嗯 让那个傻子等吧 啊啊啊 疼 疼 好 方世瑜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次可是你自讨苦吃 你好好看着他 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不许让他离开半步 要是被师叔知道了 我们两个都得被牵连 知道了 师兄 方世瑜 我好心让你去方便 你当我是傻子你 你说你 哦 你是出家人 你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啊 你 你 哎 阿弥陀佛 我忍 这就对了 哎呀 大道忍气吞声 小道忍食忍尿 你都得忍 哎 说到忍食忍尿 我看你今天都没有方便过 嘿嘿 不会有毛病吧 你才有毛病呢 我才没有呢 嗯 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尿急了 你尿急了 就去吧 我不去 我忍 去吧 我方世玉啊 是跑得了世玉 跑不了妙 不去 我觉得还是赶紧去 如果憋出毛病来 那个智障 不不不 那个智空大师 饶不了我 我又得麻烦了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 好好看着你 不去就不去 哎呀 要是我娘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知道有多心疼呢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哎呀 我只是想我娘了 每当我想起我娘的时候 我就想起小时候 我娘经常给我吹的一首歌 哎 很好听的 我吹给你听啊 哎哎哎不要吹了不要吹了 不要 请 哎 不要停是吧 那我继续吹啊 那 哎呀 哎呀 你 你给我闭嘴 不要吹了 我想我娘 我也要吹 我想我娘我也要吹 哎呀 放虚 你给我等着 哈哈哈哈哈哈 风破日 云渐月 狼烟悲悲笑 自顾豪劫出年乡 哎哎哎 哎哎 虽悲悲欢斩 依依相悔 好难爱无怨也无悔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永相随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 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 天涌相随 风破日 云千月 浪人回想 自古浩尖 明天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